哥 马洋剑 以前每次回来都是一个人 现在我带一家的人回来 可以吧 你就 比赛还剩下最后四枪 中国选手王毅夫 五百二十五中国队 瑞典选手斯坎纳克尔 五百二十七环 不要动 有了有了有了 冠军将会在他们三人中产生 瑞典的斯坎纳克尔和王毅夫 都已经打完了全部资产 孙孙 孙孙 来 坐这儿 他必须在三枪之内 打出二十九环的成绩 才能超过斯坎纳克尔获得冠军 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十分钟 场上选手基本都已经完成了比赛 让我们来看 在四十号把位上的徐海峰 他看起来很紧张 让我们屏息以待 十环 这一枪打的 最好 你 Desert 我以为打的 快尔获得冠军 我以为她是冠军 我以为你或是冠军 我 这一枪攻击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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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eb 小心小心小心 不要 button scream 点车 停车 给我ñas 要死啊 要死 公子在这啊 小姨 小姨 我怎么都在这啊 你 你怎么能阴上 我错人没有阴上 太没阴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错人了 你怎么开始的 我还蹦出来了 小姐 她怎么 怎么走啊 你是 你怎么走啊 还得一阵一阵 哥 我怎么回事啊你妈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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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看就是一二把刀 谁吃不下 十环 冠军 中国选手徐海峰 这是一个直播信念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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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是在加拿 这辈子都没想到 我们一家 就这么撞进了麻洋街 我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女孩 看她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我的青春开始了 有人跳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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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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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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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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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変岸 师父 确保鲜 快行 不去 杜胜 内部 哎呀 要看 要看 不敢 可以 他要 MARLA 帮他 就在開车 他要拿 你著嘴 你著嘴 他要看 我跟他人都在 哪有 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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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 护士 出影 出出来的人在哪 抢救室 抢救室怎么走 直走又转 行了 怎么会这样 你还这么点净 你怎么就走了 我会 我会 你给我来休息 你给我来休息 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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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小燕 哎 你干嘛呢 小小 疼 疼 手疼 疼 你没死啊 你还给我死是不是 我接到电话 就赶过来了 结果到这儿他们 就又哭又闹又喊 我 我以为 马晓晓 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晚了 快回病房去 我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快点啊 牛姨她们怎么没来啊 她忙着店里的生意呢 那我给你送回病房去 我回去给你煲柴鱼汤 对你伤口有好处 在我回来之间 你哪儿都不许去啊 我不爱吃醋 那行 我不给你放醋 我也不要姜 姜 姜得放 那我回去把姜给煮了 完了我再捞出来 肯定不让你吃出来 不要柴鱼 我说要是草莓 你怎么会脱会啊 我不是 events 你怎么回事 你 sẽ住进去 他是一个给你 我现在怎么回事 是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去你怎么回事 我好东西 你怎么回事 小小 晓晓 小阿姨 你这是怎么了 我就蹭了一下 你可得小心 多注意休息啊 没事 那我们先去上班了啊 改天去看你啊 好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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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 就蹭了一下 走 这也是李警官之前留给我的 他说 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 交给住在这里的人 那又行 从哪儿说起呢 一九七二年 在执行一次 追捕总果犯任务的时候 因为我的一个失误 欧队长 该将无伤了人 别动 不许动 关 别动 靠起来 哼 儿子 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 有时想爸爸了呀 就该害人这个 当时欧队长 正在秘密执行一期 侦迫跨境 偷渡团伙的案件 根据情报 团伙的几名重要成员 已经因为邪道案件 被判刑入狱 队长利用这次 无上试炼的复兴机会 成功取得了 犯罪成员的信任 收集到了大量情报 就在队长出狱的那一天 偷渡团伙 正在组织一次 大大犯罪行动 我当时的任务 是负责配合队长 队长 您终于出来了 我就猜第一个 找我的人是你 队长 我知道 您现在最想去的地方 是哪里 可是按照对方的约定 您可能 您可能没有时间回去了 什么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就到出发时间了 真精神 啊 再等一下啊 好 请 队长 当年都是因为我们 我说过了 我开的枪 我必须承担责任 您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 你现在说话怎么 七年了 你也变得稳重了 还有时间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小姐 你父亲的自杀是假的 是为了这次任务的保密 才制造了你父亲 到家失踪的假象 但最后让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虽然我们破获了这起案件 行动的时候 队长却和这个境外团伙的老大 一起失踪了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队长的下落 但却一直没有音讯 请原谅我一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 但我相信你的父亲 你绝对不是一个懦弱逃避的人 他是一名英雄 一名承受着巨大压力 默默无闻的好警察 那一天晚上 欧小姐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李警官的一眼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做出了属于他的决定 在经历了黑暗长夜 在看到第一道光 照亮天空的那一刻 近日 与鸿铜贸易投资公司楼顶 发生坠楼事件 已经有了初步的调查结果 据调查结果得知 死者是鸿铜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安茂 据悉 鸿铜贸易投资有限公司 应涉嫌违法护及资金 目前已被查封 而关于案件背后 是否还存在别的情况 有关部门也会将案件追查到底 有关此事件 我台也会进行持续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下一条新闻 在昨日上午 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公告 小剑 真没想到你会主动联系我 毕竟红兔已经倒了 是你一手提醒我 即使红兔倒了 我也会一直跟随你 好 够仗义 我真没看错人 你如果想好了 我给你个地址 你就来这儿找我 好 好 晓晓 晓晓姐 好 晓妇你们怎么回来了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和我爸妈说一声就过来 好 等我啊 好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跟晓宝要订婚了 真的 这个梁晓宝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要修成正果了 晓晓 我听说你这些手受伤了 好点没 没事 已经 已经好了 晓晓 我听说你跟晓江哥的事情了 其实你想过没有 你们会分手 是因为不合适 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你跟晓健哥 类似整条麻洋街上最优秀的人 也是看起来最般配的人 但是 你们太像了 就像我跟晓宝这些年走到一起 是因为他改变了我很多 也为我改变了很多 晓晓姐 我实在是上海话 我教你啊 要不 我们找个地方聊 我还没跟你爸妈打招呼呢 我们先回家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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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姐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走 好 小的 陆小剑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我希望你平安 这次我真的放下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抵挡了人的骄傲 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 是不是才会孤单 属于我们两个人最初的心跳 直过紧张才遇到 先生 你确定要走吗 背对背寂寞的依靠 军长 你留下的所有美好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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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 小小 小 你回来也不说一声 这不一直忙着拆迁吗 所以就 怎么样 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 这个开发商给的钱高得离谱 我觉得他们给不起 那如果他们房产证 这些资料证明都有 合同上的生肖日期和最后的期限 双方都同意的话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他们真的给不了 还可以做法律成绩 我看见牛姨和马叔也签合同了 是啊 我妈一直想搬去电梯房 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样我爸也方便 我妈也想赶紧去深圳 深圳 你们是 一家人都要去那边定居了吗 应该是吧 现在 到最后 就只有这棵大榕树 还守着麻洋界了 这棵大榕树 风情有 雨味的 你温柔的侧蕾 真好看 黄的 这周片 再翻开一遍 会想起那些年 每个手心情节 是啊 真好看 昨天 那时候的我 总不够勇敢 以为有很难时间 他一定会记住我们的 也一定会记住我们 曾经在麻洋街住过的所有人 回到那一天 我会站在你的身边 忽然间长大的我 我们 回望昨天 你是我最美好的遇见 忽然间长大的我们 来不及告别 然后再让海中 总缘 忽然间长大的我们 偶尔想念 那最后分别的夏天 忽然间长大的我们 我们 得不及再次 感谢有你的那些年 哈哈 坏树下 像字边 你熟悉的侧脸 你不去哪 时间 时间 麻烦绕一下 麻烦绕一下 谢谢 易主人来了 来 来 坐 坐这儿 好好说 对 李叔 怎么了 这事 你来得正好 你不是拆签办的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拆签合同 我是不会签的 李叔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外部房子拆签的钱 各一份 我一份 你也有一份啊 什么外婆的房子呀 现在那房子是我的 我都问过律师了 真美走了之后 我就是 那房子的合法继承人 老李啊 我们都是 多年的老邻居了 你就是不太这么觉得吧 你这一家不搬走 我们整个街头 都没法搬啊 那些在外面买的房子 换了工作 怎么办 你这不害了我们吗 你就是 哪有你这样子 还有 拆签办那么多的同志呢 你让别人以后 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呀 李叔 您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跟我说 我来解决 我刚才的要求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房子的钱一给我 我就签合同 按照规定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 您要签了合同 开发商才会把钱给到您 东东啊 东东我跟你说 他说的不是这个房子的钱 哪有什么钱 他 他说的就是那个 就是说 他让我们啊 要在城里给他买套房子 他要的是那个房子的钱 对 我就是要你们给我买套房子 怎么了 我现在孤家寡人的在广州 没有一套房子 我以后怎么安心养老啊 李叔 您别闹了 我把我那份钱也给你就行了 我不要 我就要房子 就让他们邻家人给我买套房子 就算是您要房子 那也该是我跟我哥出这钱啊 您不 为什么不可以 你嫁给他们家 我们当时 连一分钱的彩礼都没有要啊 现在让他们给我买套房 很过分吗 李云莱你太过分了 嗯 真没想到我们梁家 摊上这么一个恶亲家 什么什么彩礼钱 你以为你卖闺女呢 你 你怎么想的 这还是不是你亲闺女 我说 要不说不是亲女儿呢 好 你爱怎么说我都行 反正 我今儿把话撂这儿 不给我房子 我就是钉死 也不签合同 就不从这麻烟街搬走 你们所有人 就都别想拿到这儿拆迁的钱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这样啊 你这么门直兵兵的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 通通你收拾他 你收拾他 你收拾他 这简直就是打仗嘛 我们才刚忙完上个案子 这新案子的资料 就送过来了 用你房 这个面膜最近超火的耶 真不愧是晓晓姐 是哪个追求者送的吧 什么追求者 是我一个大小朋友 我天天在律所里忙工作 都没有时间护肤 我也想要一个 整天给我送年龙的发想 这还没到晚上就开始做梦了 这里是律所 不是美容院 这次的案子是刑律亲自负责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学习 是 那晓晓姐 你先看一下资料 等一下出发去双城国际开会的时候 我再来叫你 好 等一下 怎么了吗 我现在出去一下 你帮我们写律说一声啊 你不是 是 欧总 目前公司已经没有后续资金 可以发放给后面一批签合同的居民了 你看 怎么办 公司账户不是我们管的吗 怎么可能不管 账户已经移交给安总的财务了 听说这是方总的意思 等等 方总在哪里 他应该在香港 安总刚刚从香港回来的 欧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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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呢 看来你真的是着急了 我这刚回来 水还没烧开呢 你就冲过来找我 方姐到底怎么想的 合同都签了 钱不到位 最近公司的资金流啊 出了点问题 想要拿出这么高额的补偿金啊 确实很困难 你别给我瞎扯 公司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吗 公司账户的钱都拿去周转了 这没钱 我想帮你也没办法呀 没钱 七年前公司出事 还有一大笔钱没洗完呢 不是正好吗 没必要动那笔钱吧 欧总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呀 我也只是突然想到而已 来 先喝杯啥 你把话说清楚我就让你走 我说了 我们家签的就是第一份合同 你收了那份合同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啊 那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拿到了全额补偿金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是双城国际的高管 什么朋友 什么高管 孙孙知不知道现在合同出现了大问题 你签的第一批合同 你们拿到了全额补偿金 可是第二批合同 换了负责人内容也变了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合同的漏洞 马洋间很多街坊拿不到剩下的补偿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小剑哥 小剑哥 他回来了 他找过你 是 应该不是他干的 欧总你放心 就算麻洋街的人来闹事 打起官司来啊 公司一定不会吃亏的 你做了什么 我也是按照方姐的吩咐办事 重新弄了一批新的合同而已 对了 方姐啊 已经让我全权接管这个项目了 我已经请到广州最好的律师团队 来处理后面的事情 你就不用吵心了 这是我的事 有什么情况我会和方姐打电话说的 正好啊 方姐让你现在就去香港 和她当面说清楚 喝完这杯茶 我就让我的人送你过去 这都是方姐的安排 吴总你见谅啊 每次喝安总的茶 都是惊心动魄啊 当初我看中你 想让你帮我做事 可惜你没给我面子 安徒也是想帮我出口气 结果却害死了你奶奶 怎么说 后来安徒也让了一半的生意给你 也应该算是扯平了吧 一条人命 能扯平吗 所以你就设计害死我弟弟 对吗 你想象力还真丰富啊 是你弟弟惹警察 但如果你就是警察呢 有些事情 现在没法告诉你 但你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卢小姐 这次你玩完了 等到了香港 自然知道方姐会心事 但是 我也奉劝你一句 别想在路上耍什么花招 不然你死得可以更快 不送啊 好好走你的最后一程 很好 好 好 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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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刚搬到麻洋街那样的意外 就是啊 这回搬家得找个稳妥的司机 得找个开车看路的 找老易啊 老易开车稳 让他接你来 让老易 让老易 让老易回来 让老易回来 把我们运过去 还别说 这房子啊 住久了 还有感情了 这一说要搬哪 还真舍不得 咱们家拆了 也不知道以后会见什么 建个香菜馆 广东人可不吃辣的 建个香菜馆 这你就不懂了 现在改革开放 别说外地人了 就是外国人 都想吃这五湖四海的特色菜 开香菜馆肯定火 行 那我赚钱 一会儿给您开一个香菜馆 您回来开 一言为定啊 那我可就等着你这个金主给我投资 我回来开餐馆 妈 这么重要的合同可不能乱放 丢了就麻烦了 那你帮我收一下 这怎么和我握手的合同不一样啊 这怎么和我握手的合同不一样啊 妈您过来一下 妈 双城国际的工作人员跟您签合同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具体的复还日期 没有 他就是说等搬出去以后 再把另一半的钱全部复清 具体的日期没有说过 我出去一下啊 东东 走 走 早就听说你们刑事律所的大名了 这次就请你们多多帮忙 这都是应该做的 那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大概情况 好的 我们也想尽快落地这个项目 但是考虑到实际问题呢 我们对合同进行了一些调整 我看到主要是在第三条和第五条上做出了调整 好 小小姐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事 老板 艺术人来了 有事严有 你们欧总呢 真是不巧 欧总前脚刚去香港 这一主任后脚就到 忘了自我介绍吧 我是顶替欧总工作的安业 有关麻安街拆迁项目的一切一半 你都可以来问我 我发现你们给麻洋街提供的第二份合同 有很大的问题 这合同啊 是经过我们指定的专业团队联合审阅过的 不会有任何法律问题 这样吧 行李啊 这位是拆迁办的一主任 他对我们公司制定的拆迁补偿合同呢 有些疑问 需要请你们专业人士帮他解答一下 那 马律师 由你来回答一下易主任的问题吧 易主任 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 双城国际没有违法行为 你是双城国际的代表律师 是的 我是双城国际律师代表团的议员 您可以放心 我们会持着专业的态度 来仔细核查 这次合同纠纷案的每一个细节 这就是你们干的事 双城国际 你都知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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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给我们撑腰啊 好 主任你说这双城国际给了我们一半的钱 我们欠也不是不欠也不是 我们这该如何是好 这也太不想了 太不想了 大家稍安无躁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尽全力地帮助大家 把合同里的钱都要回来 还有我 易主任怎么办 之前易主任就跟我不说过 我们不信 现在后悔吧 后悔都来不及了 你算好的了 好歹还拿到钱 像我们没有房产证的 一分钱拿不到 你把房收了 我们住哪儿 最大铁肠虚啊 太急了 大家冷静一下 只要拿到全款 配合我们工作 都静一下 谁希望投手变了 叔叔 阿姨们 相信我 我会想办法 好不好 登记一下 一本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现在的情况 对街坊们非常不容易 只能走法律的程序 但这是个持久站 也不知道街坊们 能不能坚持得住 我一定会为他们逃公道的 考虑到资金流的问题 现在我们团队 会把一部分工作 放在查看 贵公司的财务报表 财务合同上 避免到时突然出现 不利于此次合同纠纷案的情况 我们公司的账目一切正常 你们尽管是啥 这次的纠纷呢 主要是因为这么一大笔资金啊 周转需要一些时间 合同上虽然没有明确付款时间 考虑到事情处理不好的话 会有损双城国际的形象 所以建议您 还是尽快准备好资账款 我明白 我们公司已经让香港那边的封公司 开始审批走账了 一旦资金到位呢 马上就可以发放后面的补偿金 你们大可放心 那 那就让我们团队的律师 开始工作吧 那就辛苦各位了 马律师 你也是马杨杰的人 是 我是马杨杰的人 对 对 对 马律师虽然年轻 但工作能力特别强 相信她一定会在这次合同纠纷案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辛苦 应该的 收牵着你 手牵着你 做过了多少风景 曾经是你 为我担心打抱不平 我们承诺过就算分离 也不会忘记 你是我永远 你是我永远不放弃的原因 我不相信 你走得无声无息 只剩我自己 是谁说的保持联系 你曾经叫我把头抬起 却扔不住泪滴 怎么睁大眼睛 还看不到你 不要说走就走 这种任性过了头 怎么总在失去后 才想要回头 是我犯的错 不抱紧你就让你先走 妈 发什么呆呢 妈知道你心里难过 来 晚饭没吃几口 吃点水果 别想得太多了 要是当时我能劝住大家 或者能够预料到他们会临时修改合同 你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儿子 你就别责怪自己了 谁知道他们后来会修改合同呢 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 当初你也不是没有劝他们 你让他们再稍微等一阵子 结果呢 还说我们嫉妒他们 把我们骂得多难听啊 行了 我们就搬深圳去住了 我现在都不想拆迁补偿的事情了 我就想一家人只要团圆在一起 哪儿都是家 妈 忙着要是拆了 我们和街外部都在哪儿见面了吧 谁说不是呢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大家还会相互经常念叨念叨 这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也就过自己的日子了 都这样呗 但是心里肯定会想着他 没有人家 也没有人家 没有人家 那天 小小姐 这是您让我想办法给你找的 那个邻居的购房合同复印件 谢谢 好 喂 曾好 我查到李叔购房合同 小小 妈这些出事了 你赶紧回来一趟 怎么了 李叔要上小香港 什么 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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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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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这样 妈 你别骂着我 欧小剑就是个没良心的骗子 欧小剑没有骗 我们家拿走补偿金了呀 你别说了 亏他还在这儿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真是冷漠无情的 你这么厚着他 跟他是一伙的吧 你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我吓了他 杀了他 你这腿脸不利索的 你这样就能做什么的 真是 大伙儿听我说 这种败类骗我们房子 我们一把火 把他老宅杀了 杀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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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一下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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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杀了他 杀了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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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双场国际是混蛋 我跟你们一样和他们 就在上次 我看你们眼睁睁将合同的时候 我劝你们怎么都不听 我的心比你们还痛 我比你们还愤怒 晓晓在干吗 我明白你们的心情 谁都不愿意属于我们的麻洋街 落入那样混蛋的手里面 真相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冲动和愤怒 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 我们越愤怒 行为越过激 他们就越能够被受害者来欺骗我们大众 那我们怎么办呀 就是了 就是了 你怎么办呀 你怎么办呀 就因为欧乔经济混蛋 我们才罗罗到这个境地 没人管我们死活 没人管 谁说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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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监办会管我们 政府会管我们 法律会管我们 政业更会管我们 而你们这个样子 是放弃了公义 放弃了麻洋街 十八岁那年 十八岁那年 我们一家屋口从湖南来到麻洋街 我连可乐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屋里面 我弟弟看着那瓶可乐 看着眼睛都要掉出来了 我没钱给她买 但欧奶奶二话没说 直接给了她一瓶 我嘴上不说 我心里面暖得很 我是个外来才 我来到时候什么都不懂 粤语不懂 怎么与你们打交道 我更是不懂 我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但是现在 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她 广州 麻洋街 你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一生中最要好的几个朋友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一辈子想要去守护的人 没错 麻洋街就是我家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包括欧小千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们要烧了她的家 烧我家人的家 我不同意 我也想问问你们 叔叔 阿姨 麻洋街对于你们来说究竟是什么 什么呀 是 麻洋街要拆了 没有办法 就像我们一样 就像我们一样 麻洋街也要随着时代有她的发展 我不舍得 真的 我不舍得 我也经常问自己 麻洋街 麻洋街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只要她的开发进入到正规渠道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一定会把我们的生活 把麻洋街变得更好 我也跟你们保证 我 你东东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麻洋街 刚才东东这孩子说的大伙都听见了 说得挺实在 也说到我心里去了 东东 对麻洋街有感情 但是她才来麻洋街多少年 咱们这些老街坊 可比她待的时间长 所以我说今天呢 谢谢 咱们就听东东一句 先散了 也不急于这一会儿 散了吧散了吧 都配合一下 东东不会骗咱们的 我求求大伙了 咱们都先散了吧 好吗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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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家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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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来 吃药吧 嗯 你说 去吧 好 你好 你们怎么来了 李叔 那个工房合同我看了 原来你这次 完美性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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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